而3号发生的规模 7.2强震造成了花莲许多的死伤 但也有幸运逃过一劫的 像山岳村的一位女性员工 在白沙桥前遇险 躲在小货车的间隙壁开到了落石 还惊险的跳戏逃生 我的摩托车 现在白沙桥路口白茫茫一片 放眼望去 尘土飞扬 3号花莲强震让许多人如今还行有余悸 一名林小姐当时正要前往山岳村上班 却在途中遇上大地震 开放落石山崩末日场景 在她眼前真实上演 看到眼前场景顿时反应不过雷 还以为是在拍电影 直到一旁工程车驾驶呼喊 才将她拉回现实 我旁边的工程车 你赶快过来快点 我就过去了 我结果又躲在那边 然后差不多不到10秒就是全按了 你们是躲在哪里 就货车旁边 靠着路旁货车的间隙 才让她幸运夺过死神召唤 但再这样继续下去也不是办法 眼看落石如雨般下不停 大桥也全都坍塌 实在无路可走 几人便有了大胆的逃生想法 看到那个明安桥 就发现真的不能爬了 带我下去那个同事 我说我们走水路好了 恰好一旁就失利无息 原本已经绝望的几人 最终决定跳入溪谷求生 就这样拖着 湿湿大大又沉重的衣物 徒步走了将近两公里 走上去之后 就工工段就来找我们 看到我们走上去 就问我们的状况怎么样 然后把我们射出来 惊魂季终于结束 回到家中和心爱的家人重聚 林小姐看到自己的孩子 也落下激动眼泪 之后她也决定将山岳村工作辞掉 因为没有什么再比性命更重要 记得李沛山 徐立琴 华林报道